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要点二 中词分为两类 一个是吉悟 我相信大家在看文法书的时候 应该都会觉得很 没有办法从字面上来理解 什么是吉悟跟不吉悟 那其实先 我们先来中文讲解一下 好了 吉悟的吉是什么意思啊 吉悟的吉 这个吉就是射吉 不是那个射吉 就是 是这个中文这个 这个射吉 所以吉悟动词 就是你要射吉 另外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受词 就是吉悟动词就是说 你后面一定要接受词 你这个意思才完整 吉悟动词一定要接一个受词 你整个意思才完整 它会涉及另外一个 动作的承受者 好 讲得好像很文言 我们用中文来给例子 例如说 吉悟动词 例如说 打 我们讲说打 打人 你如果讲说我打 我打 我打 一直讲我打我打 人家不懂你在打谁啊 打什么东西啊 你一定要讲我打你 所以那个你就是受词 那打它就是一个吉悟动词 你看它一定要有你 一定要把那个受词讲出来 打这个语义才完整 好 那例如说 给 给东西的给 我给你一本书 我一定要把一本书讲出来 要不然你说 我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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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什么东西啊 你没有讲出来 人家会不太了解 就是那个意思会不完整 再讲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有没有听过那个 黄菲的追追追 追追在那个对对对那首歌 他不是中间 他副歌的时候唱 对对对 然后对对对的时候 如果他就只有那个副歌对对对 他是不是没有意思 他一定要把后面那个追 追什么追什么的受词 一定要讲出来 他出来后面的歌词 你还记得吗 好 追追追追 追的你的狼 追的你的钱 追的你的没公力 所以那个你的狼 你的狼 你的钱 跟没公力 它就是受词嘛 你那个追 这个动作才完整 好 所以这一类的就叫做 吉悟动词 那所以相反的 你有没有 你现在用中文来想 你有没有想到有哪些动词 它是不需要后面有寿词 它就可以成立的 例如说 飞 小鸟飞 我们讲小鸟飞 你不用去讲说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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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飞到 就是飞飞就成立了啊 就是小鸟飞 小鸟就是主词 动词就是飞 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了 再来例如说 青蛙跳 青蛙跳 那个跳就是属于不吉悟动词嘛 青蛙跳起来了 就是青蛙跳 就是意思已经完整了 好 再讲 那你英文来讲呢 嗯 嗯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 铁拉尼号里面那个经典台词 Jack跟Rose Jack跟Rose 他站在船头 那个Jack跟Rose 讲说 You jump I jump 你记得这句话吗 这句台词 You jump I jump 你看 You jump Jump后面也需要任何一个授词吗 不用嘛 那就是 语意就完整 你跳我就跳 所以 你看动词是有分这两类 这就是 吉悟跟不吉悟 好 来我们接下来看 好 所以简单的说 吉悟动词就是 他不用透过接系词 他就直接可以接受词了 那如果是 呃 所以受词就是接受动作的对象 那不吉悟动词呢 不吉悟动词 我们刚刚说过 他可以不用接受词 就是意思可以成立 可是如果他真的 就是为了语意需要 他要更完整 他想要再接一个受词 让他那个 动作更完整的话 那你前面就要有一个 界系词 来再讲一次 不吉悟动词 既然他是不用涉及另外一个 动 不用涉及另外一个 东西的话 那如果你还是要接受词 也可以 可是你中间就要用一个 界系词 来我们来看看 直接来看例子好了 第一题 candidate candidate是候选人 就是应征的人 should should是应该 然后什么 who is our human resource department director human resource就是hr的department 那一个是人资部门 好 所以他说 候选者要 后面这个in person 是亲自 所以他说候选者应该要怎样 跟 跟那个 人资部门的 部长 亲自 然后做什么动作 你有看到 这里有一个who is吗 好我们先去 选项问的是动作 动作后面接的一个解析词 回词 所以他应该是 集物还是不集物 他应该是 不集物动词吧 好 来 按照 你先 先看 这四个单字大家应该都还认着 你先看一下ABCD 先把 不是 选项 就是语意中 语意不合的选项先删掉 候选者应该不会 宣布吧 不会宣布吧 所以就是 宣布怪怪的 跟 跟人资部长宣布 这样怪怪的 就是 好像有那个 下属 越 越权 怎么会就是 候选者你还有什么资格 可以宣布 跟跟部长宣布 这怪怪的 那 再来 会删掉的是 嗯 嗯 哦 ABCD是个 呃 ABC 语意都还合 可是哦 可是这里考的就是 几乎跟不几乎的分别了 Notify是通知 B的Notify是通知 可是如果是你要加通知的话 你应该要说 通知后面要接的是 Notified 嗯 Notify应该是要off吧 因为 这个Notify 哦 对不起 抽拿抽拿抽拿 Notify它是集物动词 所以它不需要介细词 应该是这样解释 Notify是集物动词 所以它不需要介细词 然后再来 呃 AEA的contact contact是联络 contact是联络 这个文法很多人都搞错耶 contact是集物动词 所以它不需要介细词哦 没有contact with 只有contact 直接加人而已 所以 这个A是错的 很多同学应该都选A 答案是C talk quiz talk talk 是不集物动词 所以它一定要接一个quiz 或才可以接人 才可以接受词哦 好 所以这题答案是C 来我们来看一下议题 好 ABC的选项 你应该也都知道意思 可是它就是难在哪一个可以 就是要考你分辨集物跟母集物 它说 the customer service representative 好 所以是客服代表嘛 representative是代表 客服的代表 well well是动词 well怎样 emails between 好 所以这个时间点之内 它会发email 或是它会回复email 我们先把语意不合的先删掉 我觉得你第一个会删的应该是 speak 他会跟email说话 怪怪的吧 他怎么会跟email说话 他应该是神经病了 所以B删掉 再来会删的应该是猪 react是做反应 他会根据email做反应 所以他会看到email就跳起来吗 他会看到email就疯狂吗 这个怪怪的 所以应该是回复吧 回复 所以你应该是在a跟c之中在徘徊 到底是answeremail 还是respondemail 好 这一题答案应该是a 因为respond 后面你要接一个responded 什么 responded to 所以我加一个to 就对了好 所以答案是a 好 所以那你会说那集物跟不集物好像有点难分辨 所以我们把常见的你至少这个表格 常见的集物跟不集物齁 你一定要记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先告诉这个表格 来来来 这个表格是集物的哦 对不起 这个是不集物的哦 不集物的 那不集物 我是觉得我是经营同学 你就是整组背 就是你不要去背说account是不集物 你就是背account for 叫做说明跟负责 因为你只要背一整的是account for 是一组的话 你再去做考题的时候 你就不会 你就不会 就 你就知道 你就会直接 你就会知道说 那个一定account 后面要加for 这个 这个才是一整个 动词 才是一个完整的动词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就整个例如说 depend on 你不要去被dependous 你不要去被dependous 不集物 你就直接被依赖的意思 叫做depend on 而不是叫depend 好 这样就有意思 所以这几个account for 是说明 depend on 是依赖 那刚刚有考的是这一个 respond respond to 对不对 respond to 那还有 几个 apologize for 你去看你的政治人物 嗯 你去看CNN或是VBC的时候 很多政治人物 他会出来说 I want I want to apologize for 什么什么事情 报名参加 这一组也很常考 enroll in 等于register for 他都有登记 注册报名的意思 所以他们在考题的时候 会互换 我帮你做个箭头 好了 enroll in 跟register for 那还有很爱考的是这一组 reply to 回复 回复给谁 一定要加一个 又一个to 再加人 然后apply for 申请 apply for 等于apply 你也可以说apply for 跟apply 什么 知道吗 好像上一刻有特别讲过这个apply for 跟apply in 是一样的 好 好 所以 这个表格的这几组 就是请大家多记起来 还有咧 还有不止这几组 下一个 嗯 好 这一个是集物动词的哦 我们现在 刚刚那个是不集物的 所以 你看集物动词 它就是 我这边列出来 就只有一个字 好 就一个字而已 你就没有在后面有机器词了 好 到达 到达reach 好 第一个 参考的集物动词就是reach了 reach啊 嗯 到达什么地方 嗯 reach加地点 它就是 就是说 I I reached 台中 我直接 我到达了台中 就是I reached 台中了 你就不用在reach to 或是reach at 好 那这个reach 我要特别讲一下 因为考试的时候 很喜欢 考他 嗯 一样是到达的意思 可是是 reach 等于 arrive at 就是arrive in 然后跟 get to you 你看 那个reach 它 后面没有接系词 所以它是集物动词 那 所以 所以相对的 我 我问你如果arrive是什么 是集物还是不集物 你看它后面有机器词的 所以它应该是 不集物吧 arrive 跟get 应该是不集物 所以如果我 我说我到达台中 我就会说 I reach 台中 或是 I arrive at 台中 或是 I get to 台中 这三个都是一样的意思 可是动词的用法就不同 所以第一个你要注意的是reach 再来你要 呃 比较重要是 approach approach是接近 这个是在 天气 天气的那个 主题里面很常会考说 呃 台风正接近 某个地方 就是说 the typhoon is approaching 呃 California 这里的 所以approach 它也是不用 Approach to的 这也是很常会搞 搞错的 还有mention mention是提及 我提到什么东西 就直接叫I mention 然后加事情就好了 announce 也是宣布 宣布就直接加事情 announce 就是宣布什么事情就好了 再来 consider consider是考虑 嗯 哦 contact 刚刚有讲过 没有contact with 你就直接contact 叫人就好了 explain explain 也是集物动词 可以直接加受词的 还有attend att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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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就是场合 attend 的meeting attend 这样就好 就不用再加attend 什么印 没有 好 再来一个 所以这是集物动词 跟不集物动词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边 嗯 多做几个例题 然后背的时候 是不集物动词 其实是一整个连后面机器尺一起背 那多看几个文章 你就会更了解这个单人的用 这个要点的用法哦 好 所有人都在给了解